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广积阴德的人会获得五种福报 快来看看你有几个 一起来听 俗语有云 万事劝人 修蛮媚 举头三尺有神明 意思是劝人们不要隐瞒欺骗 做什么事情都要光明磊落 因为每个人头上都有三尺神明才看着的 身处人世间 人们似乎都想要获得福报 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 生活能够一帆风顺 道教认为多做善事必定会有福报 而做恶事的人则会有损因德 甚至会祸及后人 太上感应篇 有云 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与恶 事恶行恶 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 忽不免而行之 什么是因德呢 凡为善而人之之 则为阳善 为善而人不之 则为因德 简单来说 自己做了善事 好事 别人不知道 就叫做因德 这样得到的福报才大 像古代的莲娥不典灯 未属长流范 以及柱桥铺路 早景银水等 都属于广基因德 吕洞宾祖师在吕祖全书中写道 为善事者 避小福报 及因德者 子孙荣昌 不舔天物 不思道淫 不悔正教 善事也 救死扶伤 吉人患难 无纵淫 贼因德也 不作善事 不欺因德 则恶道 无所不入矣 道教认为 广基因德的人 往往会有五大福报 看看你有几个 福报一 长寿 长寿自古以来 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人们常用福如东海 寿饼南山 来祝福家中老者 长命百岁 上至帝王 下到百姓 都不能免俗 秦始皇 汉武帝 宋徽宗等 封建帝王都沉迷于 炼丹修道 希望可以炼制出 长生不老的仙药 以此来统御千秋万代 道教也是一个追求 今生的宗教 修道者通过各种修行方式 来实现长生久世 得道成仙 这与渴望长寿的世人 想法相契合 在道教的神仙信仰里 有很多神仙 被认为是长寿的象征 如女仙之首 西王母 四玉之 南极长生大地 麻姑等 另外道教的神仙信仰里 还有福禄兽三星 即福星 禄星 兽星 也是中国民间信仰的三位神仙 象征着幸福吉祥和长寿 道教劝善书籍 太上感应篇写道 欲求天仙者 当立一千三百善 欲求地仙者 当立三百善 想要成为天仙 就要完成一千三百节善事 想要成为地仙 就需要完成三百节善事 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 来告诉世人 做了善事 积累了福报 即便不能成仙 同样也会为长生久世 奠定良好基础 福报二 富贵 富贵二字的解释是 富富裕富有 贵显贵贵气 地位高 就只有钱才有地位 限制富裕 而又有显贵的地位 相信世俗中的每个人 对于富贵二字都不能免诉 人们都想既富裕又有地位 通过努力取得的富贵 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假如还能乐上好施 那么更是可以获得无上的福报 宣谈赵大元帅财神真经中 财神赵公元明帅说 若有众生 或因钱 因而赴 或以金修而赴 或想其祖先之城 若能一心向善 由天下之忧 寄人利物 我寄乐命东路财神 清金使者 一时在宝库之中输送财宝 使其财衡充足 流传后代 常为富有之人 同时道教还有成父的善恶报应之说 成父的意思是 前辈行善 金人得福 金人行恶 后辈受货 如果能多做善事 不但自己会获得福报 而且还可以让自己的子孙后代 得到无上的富贵 对于道教来说 今生的富贵也是祖上通过 既得行善得来的 福报三 身康西安 道教徒在日诵功课时 会前程发新祈愿十二件功德事 及十二愿 这也是修行度人的具体表征 其中 第六愿为 愿福寿康宁 康宁就是指 身体康健 内心安宁 一个人虽然长寿 但是心不安宁 这样也不能算是一种福报 只有身心健康 才是真正的福报 清静经云 人能常清静 天地 西街归 道教认为 人心的烦恼和不安定 主要来自于外界的贪欲之心和过度 从而产生了烦恼和忧虑 产生嫉妒心 甚至仇恨心 能够处事不惊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平和对事对物 才能真正康宁 福报四 优好德 优好德即生性人善 且宽厚宁静 一个人如果健康长寿 且富贵有余 但是没有一个好的德行 这也不能算是一种福报 道教以 黄老道家思想作为利教之本 其中的核心信仰即是道 道是化生宇宙万物的原动力 道真常永恒 无生无灭 无事不在 无处不有 常存于天地间 此外还有另一个核心思想 吉德 道造化万物由德来续养 修道要以德为基础 日常生活中 应不断地积累功德 这样才会有良好的德行 这也是德道成仙的基石 福报五 多子孙 周易有云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行善积德的人家 必然有多的积庆 作恶的人家 则必有多的祸秧 而司马光也在家训里说 基金已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基书已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读 不如基因德于明明之中 以为子孙长久之计 意思是说 基因财宝留给子孙 他们未必能守住 把书留给他们 他们也未必能读 不如多多积累因德 这样子孙才能绵延不绝 获得祖上的庇佑 道教的天道有循环 善恶有成父思想 也在告诉人们 只有积累因德 才能福音子孙 造福后代 经验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